由陶征營主持的寵物实放show 这日举办了一场首映会 身为节目执行长的陶子 还率领了有份参与拍摄的郭书瑶 王伟俊以及曹佑宁一起出席 原来这次还是陶子相隔五年后 再度投入主持工作 陶子早年因为工作过劳 而幻想晚爆性肝炎 也就是大家平日所听到的急性肝衰竭 所以为了接这次节目 陶子也有向主持过实放show的老友打听一下 谁知道得出来的答案就令他十分惊讶了 其实我在要接真人秀之前 就去问过很多圈充大佬 就是这个大家做过真人秀 每个都说很累很累非常累 我想说会吗 就后来听说制作单位一直有捕捉到 我在打他欠的一些话 因为从头到尾我算是店长 如果就算有店员朋友来 你不用太多店长坐下来跟客人聊天吃饭的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是站着 节目的最终目标 是希望令你八星级实习生 可以考到宠物馅食或者美容征招 而在节目上担任实习生的郭书瑶 就透露在疫情期间 一度有过想转行的念头 就是还是会思考一下 就除了这个行业你还可以做什么 然后后来经过我认真思考 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 就除了演戏我好像什么都不会 所以当下是觉得低潮吗 不是低潮耶 就只是因为大家都会考虑一下 就说对啊 因为总不可能 对啊有些工作就不可能做一辈子 总是还会想一些退路啊 或者是未来可以这么打算 对然后发现什么都不会 然后只有节目就来了 对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很幸运 就学了一季只长 话说都是宠物节目 当然有机会和可爱的狗仔接触一下了 不过瑶瑶说被狗仔搞到就来人格分裂了 因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其实我原本以为我脾气还不错 但直到上了这个节目 我发现我脾气真的一点也不好 而且会很像神经病 就是我遇到宠物 我就会有可爱的男婴 可是当他一步乖 我说你个别动啊 他人格分裂 他意思是怎么样的 就说你好可爱好棒哦 你好漂亮哦 怎么那么可爱 然后下面说不要动哦 那是有机会 怎么 Mais 走 知农 声 demand особ